这下终于解脱了 我明天就去跟随废物把婚礼了 以后我们俩就可以天天在一起 宝贝 我现在一天都离不开你 我就插你这身子 我也是 狗男女 可我不弄死你 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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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就不要过来找我了 我必须废物老公 马上下方走 我明天去找你 看老房等我 杨阳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不该这么早回来是吧 你是不是偷信我打电话了 你居然背着我找别人的男人 你对得起我吗 你还好意思说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跟你结婚这两年 你有给过我什么 都快三十岁的人了 还领着五六千的工资 就能让连菜都快买不起了 难道我就应该死心塌地地守着你吗 难道 这就是你出轨的理由吗 你要给我时间啊 我们以后会有钱的 可是我已经等不及了 这种日子我也已经过够了 既然你已经听到了 你也知道我跟别人好 你这样也解脱了 我们离婚吧 离婚 你告诉我 那个男的是谁 你不用知道他人是谁 反正比你有钱 我们在一起三年多了 难道 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是 可能他比我有钱 但是他爱你吗 他有我爱你吗 爱能当饭吃吗 爱能当衣服穿吗 爱能让我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吗 买个吹风机对好分析不管 这就是爱吗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比我更爱你了 靳雅 你听我的 不要离婚好不好 只要你跟他断了联系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挣到钱的 杨阳 你不但穷 你当时还没有出息 我都已经出轨了呀 你还要继续跟我过下去 杨阳 你简直是窝囊至极 我窝囊 那是因为我爱你 狗屁 我可是对你一点爱都没有 你走吧 我明天就去离婚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你别废话 我现在越看你越觉得恶心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行 我滚了 我滚 唉 唉 哼 啊 阿博上一阵还等 好 下车 我真是没有用 连我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住 我真是没有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少爷 少爷不要 少爷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少爷 什么意思啊 你拍戏呢 不是拍戏 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叫杨阳吗 没错 是我 你是大风集团杨大风的孙子 找了你好几年了 现在终于把你给找到了 我说 你们赶紧滚 我都成了什么德行了 你们还来搞我 你们真搞笑 少爷 我说的是真的 多年以前啊 你爷爷离家出走创业 如今身家几百亿 但是现在呢 他得了重病命悬一线 你 几天以前 知道你是他唯一的孙子 唯一的继承人 所以这几年一直在找你 我再说一遍 你赶紧管 不要来骗我 我没有钱 你们搞得跟真的是他 现在还冒出个爷爷来 我爷爷都死了多少年了 你们的骗术 能不能再高级一点 我真的没有骗你 要不 你跟我回公司一趟 看见你 你就明白了 好吧 我再说一遍 不走的话我就报警 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嘛 要我相信 可以啊 给我钱 你给我五十万 我得信你 好 阿彪 是 去把车里那一百万 取出来给少伟 好 现在这是什么人都有啊 少爷 这是一百万 你说一百万就一百万 你给大家看看呢 杨阳 杨阳 你干嘛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 你哪能这么乱起来呢 让王继雅后回去吧 叔 是真的吗 少爷 这一百万啊 只是九流一毛 只要您跟我回去 您要继承的 就是几百亿的资产啊 你让王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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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在做梦 是真的 是真的 之前 我能带走吗 当然 我爷爷的事 我爷爷的事 先放一放 我先回家一趟 这次 我让王继承后回去吧 你这下终于解脱了 我明天就去跟那废伍 把婚礼了 以后我们俩 就可以天天在一起 宝贝 我现在一天都离不开你 我就插你这身子 我也是 你 狗男女 看我们弄死你 天啊 我不好 你是不是离婚了吗 你 你这个货 还没离婚呢 你就把人家给带回来是吧 敢打我你 我打你怎么了 还敢跑 怕他 你放过了 我 杨阳你疯了吗 我说好了明天去民政局 你凭什么打我你 你臭不要脸啊 我前脚刚走 你就把人家给带回来是吧 你说 那个臭男人是谁 你管着着吗你 你自己没本事 还不能让我找个有本事的啊 你不就嫌我穷吗 对 没错 我就是嫌你穷 你这个穷鬼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 咬牙切齿的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钱 还当什么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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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瞎你的狗眼 林昂 你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我哪来这么多钱 跟你有关系吗 我就给你看看 气死你 林昂 你哪弄这么多钱啊 这儿有一百多万吧 这里有多少钱不重要 在哪弄的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告诉你 这些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是嫌我穷吗 我就让你后悔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 明天 民政局见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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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我真的是 你不要误会 我真的是爱你的 我之所以这么做 我都是为了鞭策你 我是故意气你的呀 你不要 我呸 鞭策我 王金阳 我告诉你 我现在逆袭了 我现在想要多少钱 就有多少钱 不不不 不不 杨阳 我真的错了 我错了 我们不能离婚 要一日付期百日 是不是 你之前是这么说的吗 你越这样 我就觉得你越恶心 没有 没有 小子 这么怕有见面 你没走啊 废 我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打的吗 却我老婆我打你不应该吗 我说你老婆是因为你是废物 我还想你那么漂亮的老婆 但是现在打了我什么的事 没错 你想怎么样 你打我一顿 我要十倍奉还 现在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你还大红集团董事长 我他妈大红集团董事长他爹 死利打 今天你动他一下 我打死你们 你现在知道我什么身份吗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啊 你他妈什么身份 你身份证还差不多 什么 死利打 你今天要动我一下 告诉你你就死定了 我爷爷可是大红集团的董事长 等一下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爷爷是大红集团的董事长 敢动我你就完蛋了告诉你 你他妈我给你戴绿帽给你戴傻了是吧 你还大红集团董事长 我他妈大红集团董事长他爹 出手 呦美女 什么意思 我说你们今天敢动他一下 我打死你 这他妈神经病还能传染啊 你说吗 我没听见 我说 今天你动他一下 我打死你们 瞧我这暴脾气啊 何着你就这样 见义勇为 美女 你还是快走吧 不用管我了 少爷 不好意思 我是来保护您的 你个弱女子 怎么能保护得了我 快走吧 你叫了少爷 你们俩的演戏呢 本来今天我就只想打开一顿 没想到 人有意外收获 你 你们都愣着干嘛跟我上 来啊 你 呀呀 呀呀 动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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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 本姑娘的名号 你们几个也配知道 还不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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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等着 你等着 少爷 让您受惊下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真牛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少爷的贴身保镖兼秘书 这趟少爷的感觉真是吗 少爷 这几个人的底细 需不需要我去查一下 查 那个人 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好的 我马上去办理 少爷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老董事长在家等着您呢 回 现在马上回 好 你爷爷的庄园这么大吗 是的 少爷 这还是你爷爷庄园里面 比较小的一个 摩 少爷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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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爷爷 杨大峰董事长 你也可别记得了 他叫爷爷 爷爷 董事长 老爷 您听到了吗 这是你孙子 他叫你爷爷了 你看 您爷爷啊 莫兵战场 我现在就把关系系上去 并爷爷啊 三十多年前 离家出走 创办了大峰集团 如今市值近千亿 他个人的基资产也将近三百亿 您是他唯一的孙子 也就是说 是他指定的继承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将会继承他 大峰集团董事长的职位 和近三百亿的职 少爷 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好 那请您在这个继承文书上 请个字 好 少爷 你现在就正式成为大峰集团的董事长了 那爷爷的财产我能用吗 你现在是董事长 你随意调吧 那 你看这样行不行 董事长这个位子 先给我挂着 我先去基层学习学习 先熟悉业务 再上任董事长 当然可以 你说了算 那女的是谁啊 管得着嘛 您爷爷让您娶的姑娘就在楼上303 肯定会觉得非常的离谱 说实话 我也觉得非常的离谱 那真的是太好了 爷爷 谢谢你 对了 少爷 还有一件事情 是你也之前交代过的 这什么事啊 你说 大峰集团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 得益于一位贵人 这位贵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有一位孙女 也是刚查到的 为了报答这位贵人 他希望你能娶了这位贵人的孙女 没问题 我今天刚好离婚 但是 我在娶之前 是不是要先见见这位贵人的孙女 当然可以 让少许带你去就可以 他还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行 这车是你的啊 那女的是谁啊 那女的是谁啊 她是我的保镖 监秘书 像这样的车 我要多少辆就有多少辆 你什么情况啊 你什么情况啊 管得着嘛 管得着嘛 赶紧走吧 等下明证局下班了 阳阳 阳阳 这车是你的 那女的是谁啊 她是我保镖 这秘书 像这样的车 我要多少辆就有多少辆 你什么情况啊 这你管得着嘛 赶紧走吧 等一下明证局就下班了 你觉得我们俩联工的事 还是得尝尽 就是我们俩 你少恶心我了 行吗 赶紧走吧 你是不是中场票了 我说了 这跟你没有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呢 我们现在是夫妻 现在你有的财产 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 你要点脸行吗 你都把情人领到家里面去了 还有脸跟我提共同财产 况且我现在的钱也不在我名下 你啊 还是不要再给自己炒难堪了 你想要跟我离婚那是 除非你给我一百万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还有脸跟我要一百万 不要浪费我时间 赶紧离婚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要是不给我一百万 我是不会给你离婚的 你不离是吧 反正是你出轨先 到时候我把证据交给法院起诉你 到时候你的同事和你的亲戚 都知道你出轨 看你还怎么活 你 离不离 就离 算你回 少爷 您爷爷让您娶的姑娘就在楼上303 行 我上去看看 要是没有你长的那种漂亮 是得考一考 少爷您说笑了 要不我陪您一起上去吧 上去干嘛 上亲呢 你在这等吧 好的 那要是有什么危险 您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就进个未婚妻 能有什么危险 走着吧 是 你叫谁啊 小梦 是你吗 你是 杨阳 是我呀老同学 你怎么找到我家也来了 我先问你 你爷爷是不是叫李大毛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是啊 你怎么知道 那就对了 真的是太好了 要不你先让我进去坐坐呀 好 你先进来吧 有个事情我要跟你说 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离谱 说实话 我也觉得非常的离谱 什么事啊 我先问你 你 结婚了没有 或者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啊 杨阳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那就好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爷爷 杨大风 和你爷爷李大毛 是好朋友 我爷爷在你爷爷的帮助下 成了亿万富翁 而我 继承了这个财产 然后我爷爷 希望我能够娶你 就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对了把把亲 杨阳 你没事吧 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你看你看 我都说你不相信吧 我肯定不能相信 这都哪跟哪啊 不着急 这个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吧 反正我先表个态 我在学校的时候呢 只是暗恋你 我也是非常的愿意娶你的 但是 刚离过婚 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 杨阳 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事 受什么刺激了 我没有受什么刺激 我现在非常的惊醒 好吧 你说的就是 你现在是个伊朗富翁 嗯 然后你想娶我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杨阳 我这几年呢 过得确实是不太顺利 但是你别让我开玩笑吧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那等会再说吧 你先去开门 小姑娘 找你肯定不容易啊 包哥 你再给我一周时间 钱我一定还给你 我家还有客人的你 你欠我的钱 我过来拿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小哥 真有主啊 不要包哥 不要 我有时候我要把地盘给你 我看你是想找死吧 我没有受什么刺激 我现在非常的惊醒 好吧 呃 你说的就是 你现在是个伊朗富翁 嗯 然后你想娶我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杨阳 我这几年呢 过得确实是不太顺利 但是你别让我开玩笑吧 哎呀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那等会再说吧 那等会再说吧 你先去开门 小姑娘 找你肯定不容易啊 包哥 你再给我一周时间 钱我一定还给你 我家还有客人呢 你欠我的钱 我过来拿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小哥 这牛爪啊 这牛爪啊 不要包哥 我有时候 我要把这个交给你 我看你是想找死吧 什么 这谁啊 什么事啊 这 什么事你管不着 他欠我的钱 我现在过来拿回我的钱 这不是很正常 你要是识相的 赶紧给我滚 你叫我滚我就滚吗 杨阳 不关你的事你别伤 我赶紧走吧 小子 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要不然 我会让你吃饿了兜着走 小孟是我女朋友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杨阳 他们这群人有什么时候 坐了出来 就会跟你们一起 跟他走 我不走 小子 你真行走啊 放开 给我安住他 你放开 赵哥 赵哥 你放了他吧 我的事跟他真的没关系 你能这样做是违法的 知道吗 赵哥 小子 我这违法了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样吗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赵哥 我求你了 你再给我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一个星期 要不这样吧 你陪老子睡一觉 我就再给你 一个星期的时间怎么样 鲍哥 你体谅我一下吧 我妈现在还在一天呢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 还不上你的钱 再说 再说本地我已经还清了 少他们废话 谁告诉你 最高率的质还本地呢 啊 看你长得那么漂亮 你就陪老子睡一觉吧 利息我不要都行 现在什么社会了 你们还敢这么胡作非为 我要报警抓你们 律师 救你他们废话多 熊主门 打 黑女 老子这碗 要顶你了 不要 放开我 黑女 咱们是去房间里玩呢 还得带着当重玩啊 老公我求你了 别这样求你了 哎呦 你欠老子的钱 老子挖你 那也是天经地义啊 哈哈哈哈 等等 他欠你多少钱 我替他还 什么 你替他还 你还得起吗你 就说他欠你多少钱 二十万本地已经还完了 现在还差六十万 你有吗 我 你放开他 我现在就转给你 什么 这可是六十万 你知道六十万是个什么概念吗 好 如果你现在能拿出六十万给我 老公 我不但放了你了 这欠条 我都把它给撕了 可是 你现在能拿出来吗 我拿得出来 你放开我 我跟你转 你现在马上拿六十万给我 要不然老子都废了你 你拿卡来 我转给你 你现在马上拿六十万给我 要不然老子都废了你 你拿卡来 我转给你 你已经转过去了 好 我希望 你转的是六十万 而不是六十块 啊 小子 你记住了 给我转的是六十万 而不是六十块 啊 我看看 哟 你这小子还真的转了六十万啊 那我钱已经给你了 你们现在可以走出去了吧 借条给我 我有说过我要把借条给你们 不要耍赖好吧 钱我已经给你了 你刚刚给的只是利息 你刚刚给的只是利息 这违约金你还没有给我呢 包子 你别太过分了 违约金多少 你说 那起码是十倍嘛 你给我六百万 我现在 我现在马上把借条给你 而且 还得放上你 你这耍赖吧 那我要是不准呢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你的小女朋友 今晚就要跟我入洞房了 包子你别这样 你是违法的 你会下地狱的 我说话告诉你了 我当初借钱给你的时候 我正想用人家伸着你子 给我带多少钱 都踏不去我的手掌心了 我告诉你 看你是想找死吧 我看你是想找死吧 找死 我没听错吧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也不打定打定 我抱的是谁 少爷 我来救你来了 小妹妹 给我废了她 住手 你他妈谁呀 小群 你再来万一步 我就被人打死了 对不起啊 少爷 我来了啊 怎么又来了个美女啊 你这小子行啊 不但给我们送了钱 现在还叫了个美女 过来给我们节节茶呢 豹哥 等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是吗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笑不出来的 哎呦 等等 你们看这个怎么样 谁先上 你不我来 你去 既然你们排着队的建言我 那我就成全你们 一定要好好查 就不相信那样的人 会合法轻盈 等等 你们看这个怎么样 谁先上 二人 又不我来的 这你去 既然你们排着队的建言我 那我就成全你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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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爷 上这个狗打碎怎么办呀 流一口气就行 哎呦 哎呦 大侠 大侠 这两位了大侠 我咋也不敢了大侠 哈哈哈哈 帮子 哎呦 你裤子怎么湿了 吓尿了 我 我大哥 换过我吧 饶命好不好 借条呢 你裤 滑给你 以后 还做不做高利贷了 啊 不不不不 我再也不敢走了 饶命大侠 饶命 嗯 行 今天我就放过你 但是你以后还敢骚扰我女朋友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新账旧账一起算 我弄死你 呃 是 我弄死你啊 呃 是是是 我 我再也不敢了 呃 你 你放过我 呃 要不 要不我现在 就把这六十万退给你好不好 哎 钱就不用了 就当给你们做医药费了 哦 谢谢 但是 你今天打了我 你说该怎么办 嗯 啊 要不 要不你打回我 啊 我打你有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打自己巴掌 从这里打到你家 啊 是是是 我打 我打 滚 啊 我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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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 你没事 杨阳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还有这个美女 太厉害了 我是少爷的保镖 没事就好 虚精一场 原来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你真的是百亿富翁 那当然是真的啦 你要是愿意 我就娶你 这个 是不是太突然了 没事 你再考虑考虑 对了 你怎么跟这帮河南借钱呢 是我妈 她得了严重的身衰竭 现在越来越重了 医生说如果不患症的话 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我也是经过很多朋友介绍 还找到他们的 本来只借了二十万 已经还给他们了 但是现在 他们一定要我还六十万的利息 这包杂碎 那阿姨的手术做了吗 还差一大笔钱 我实在是筹不到了 就耽搁了 没事 这好吧 前我有的事 小雪 你安排一下 不惜一切代价 帮阿姨做手术 是 我明白了 我马上去安排 这 这合适吗 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 先救人要紧嘛 杨杨 如果这次你真的救了我妈 我就愿意嫁给你 你跟我客气什么 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而不是保安 知道吗 那个废物你查了没有 他怎么突然多这么多钱 我查过了 我们这也没有中奖的消息 估计他打肿脸充胖子 不是那天他提的那一袋钱 我不看到啊 你他妈知道是真钱假钱啊 不是 别可是了 就算他小子中个百八十万的 他能跟罗比吗 我身家至少上千万 我捏死他就像捏死个蚂蚁一样 上次要不是有人救了他 我上次把他给废了 那你可要一定抹出口恶气啊 必须的 你跟着我 熬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先上两碗 老公也真好 别怒急了 我都等不及了 少爷 您真的确定要在公司的普通岗位上面吗 确定啊 我想先全面了解公司之后 我再上任董事长 那我把您安排在销售部门 您看可以吗 没问题 就这么做 对了 上次我让你打听那个男的 你查到了吗 谁啊 你明知顾问是吧 哦 就是跟您前妻通奸的那个男人是吧 他叫吴大国 在经营一家乃分厂 乃分厂的年利润在几百万 他是合法经营吗 不知道正在查 一定要好好查 我就不相信那样的人会合法经营 你一旦查到什么猫腻 立即向我汇报 是 这丑不报 我势不为人 关你什么事啊 老师 你别听他的 好好干的就对了 小曲 你再帮我做一件事 是 来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先停一下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新同志 以后就要在你们部门工作了 大家要多多照顾他 他叫杨阳 那个潘主管 我们照顾一下 好 好的 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您的好 我叫杨阳 请多多关照 新来的 别自我介绍了 我问你 想不想跟我学东西啊 想 先去帮我打杯水 啊 打杯水 听不听得懂啊 老鹏 人家是新人 也有自己的事要做 接着这种事情 你不会自己接啊 关你什么事啊 取秘书说了 他以后跟我 我带的人 我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 你这是明显的不尊重新人 不尊重新人 又怎么了 他在我手下做事 先得把我伺候好喽 不然 王他在公司待不久 去 小赵同学 你以后啊 也少跟我说三道士的 你要是整个火了我 信不信我让你在公司 混不下去啊 哼 你的臭王病能不能改改 也整天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的 不就是姐夫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吗 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看混不下去的是你吧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从公司滚蛋 领导领导 谁跟您接来了 还是你懂事 以后跟着我好好干啊 我会让我姐夫提拔提拔你的 你姐夫 请问您姐夫是哪位 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高层 照得住 哎 怎么这么烫啊 你故意的吧你 真不好意思 我真不是故意的 烫死我 要不我重新给您接吧 你这个工作态度 我看啊也待不久 算了算了算了 我问你 你来咱们公司上班 有什么关系没有 关系 我没有关系啊 你没有关系还在咱们公司 你以后怎么混呢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你都听不明白 在咱们公司上头没有人是提不上去的 你还得处处被人打压 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这么夸张吧 提拔不是靠能力吗 狗屁能力 首先得有关系 你得像我这样上头有人罩着 才能够一帆风顺呢 哦 那我又想混下去 应该怎么做呢 哎呀好吧 今晚 你请吃个饭 再意思意思 我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老师 你别听他的 好好干你的就对了 嘿 姓赵的 你今天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 你说这么窝戳的话的时候 能不能背着点人啊 你就不怕我去告你的状 哼 你去告啊 公司副总是我亲姐夫 我判你告状 去啊 你能不能不要总把你亲姐夫搬出来 下午谁呢 行 你有种 我今天把话撂这了 你明天肯定从公司滚蛋 你要不滚蛋我跟你姓赵 我就不姓那么大公司 任由你胡作非为 你试试看啊 两位领导 不要吵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们好好工作吧 去 再帮我重新打杯水 你在公司要学会站队 对 你要是站错队跟他混呢 就会跟他一样 明天就滚蛋 嗯 您放心 医力让你满意 啊 去吧 小曲 你再帮我做一件事 潘主管 你停一下工作到小会议室来找你有点事 啊 好好好 曲名书 我马上来 哎 看到没有 总裁秘书 找我谈事情 肯定是我的职务又要提升了 是吗 那我提前恭喜你了 哎 应该 姓赵的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嘿嘿嘿嘿嘿嘿 曲秘书 您找我啊 嗯 有什么好事啊 你猜一下我找你有什么事情 是我提拔为部门经理的事了 是这样的 你被辞退了 这 你说什么 我说你被辞退了 你现在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 你你搞错了吧 是我旁边那个小赵被辞退吧 我没弄错 是小赵人家升了部门经理 你被辞退了 明白了吗 是 是不是那个姓赵的 或者新来的那个什么羊羊打我小报告了 你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我呢也只是来通知你一下 你被辞退了赶快去收拾东西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见过坑爹的 没见过坑姐夫的 可以啊 干的漂亮 许秘书 你不可能辞退得了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我是 公司联合创始人 张副总经理的 张副总经理的 轻小舅子 你辞退我 你问过他意见吗 张副总经理 我就这么告诉你 我就这么告诉你吧 就在刚刚 张总也被辞退了 你们俩可以一起打包回家了 不可能 你 你怎么可能 吵得掉一个副总 哎呀 我见过坑爹的 没见过坑姐夫的 我 就这么跟你说吧 人呀 不能太狂 什么意思 去别动 去别动 少爷 老潘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再查一查 这个公司里面 还有多少这样的 害群之马 狂妄之徒 好的 我马上安排 对了 我叫你查 吴打国的奶粉厂 你查的怎么样了 已经查出来了 他们奶粉厂 确实有问题 他们奶粉厂 涉嫌违规生 而且用的是 变质牛奶 有证据吗 有的 我已经上交给了 安检会 同时我也联系上了 社会上的媒体 这次一定能 搬倒吴大国 可以啊 干的漂亮 你说我爷爷 在哪儿找到 你这么好的秘书 能文能武 能里能外 多谢少爷 夸奖 吴大国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 静观其变就可以了 不行 不能静观其变 你现在能查得到 他在哪里吗 我现在已经 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可以的 我联系了一个人 跟踪他 他现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实时看到的 很好 没算完的账 我一样一样跟他算 他妈 别唱了 刚才那么多老总在这里找你喝酒 你他妈为什么不喝 你不就是先钱赏吗 来 把这杯喝了 给你五千 不是 我是 我他妈叫你喝你就喝 你不信我把他王子里话 做吴大国的女人 就他妈要学喝酒 喝 再喝一杯 我怎么喝你再喝了 喝 再喝 喝喝喝 这杯喝完了 我给你一碗 喝喝 喝喝 玩得挺嗨啊 是你小子 我没去找你 你他妈去来找我了 你是来找死是吧 王静雅 你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你还有一点女人样吗 我的事 不用你管 杨杨 你的底细我都调查清楚了 你不是在那个 那个大峰集团 当手小职员一个月拿个四五千块 你装你妈的牛逼呢 还拿一大袋几钱 明币吧你 小职员怎么了 你惹得起吗你 我惹不起 你老婆我都睡了 哎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就像秋后的蚂蚱 蹦打不了几天了 就像秋后的蚂蚱 你蹦打不了几天了 秋后的蚂蚱 我一个人几千万的身家 我不但能蹦打 我还能跳舞呢 杨阳阳 杨阳 当你这么热来干嘛呀啊你说 我还以为你变得钱 你之前还不够丢人吗 赶紧 我的蚺 黄夕阳 真为你感到羞耻 真的不要脸 杨阳 我的脸 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哎你他妈就是一个活王吧 你会为你今天的无耻 付出代价 我告诉你 你以后还有女人 记得联系我 我继续玩 你有这个实力吗你 你有什么实力 上次还不是有个美女救人 这次你来了 你也别想走 我不走 我就在这等着 你们 你们他妈想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事啊 我要你们干嘛 杨阳 有种你就在这等着 况且 你他妈也走不了 我不走 我就在这等着 我都不懂你他妈哪来的底气 这他妈我的底盘 我说过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哎呀 你别在这丢人了行吗 因公司小职员 你拿什么跟我老公比啊 闭嘴 看起你就恶心 你完了你完了 进来进来 把他给我帮起来 帮个愣着干嘛 我操 又是 吴大国 你是脑子不好使啊 还是得了健忘症啊 一直问我哪里来的底气 我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底气 哎 想多点 我不管他怎么忽悠你的 你跟我好不好 你跟我大 我有钱 他妈他就个穷屌子 你就算给他一个亿 他也不会跟你干 是 我是穷屌子 但是我照样拿捏你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们 你们他妈想什么呀 你们两个 本人上去打你们老大一巴掌 就放过你们 不要太过分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过分 小群 放开他们 是啊 上啊 大哥 我 干啊大哥 你要是不敢打他 要是不打你们老大 我就打死你们 你要是不打你们老大 我就打死你们 我怎么打 他妈敢动我一下试试 大哥 是 被逼无奈啊 上啊 不算 太轻了 哥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给你脸了是吧 上啊 大哥 对不起 我操你 干什么你 吴大哥 我劝你老实点 到你 打他 我一定会放过你的 到你 打他 我一定会放过你的 快 哈哈哈 怎么样 今天 我就先放过你 给我等着 行啊 我等着看你破馋 哈哈哈 破馋 什么意思 你很快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小群 我们走 哼 他妈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就 爸爸 你很滑了 是你滑坏的东西 啊 不他妈要你有什么用 过那 回来我来收拾你 睡睡睡睡就他妈知道睡 天喝酒 嗯 就喝那么点酒就醉成这样 废物 喂 有话说有个屁发 什么 被谁举报了 你们干什么吃的我要你们干嘛 等下马上我来 宝宝 走 你拿手来跟我斗 跟你滚的 要不然这次我可不轻饶你 阿姨做手术错得怎么样了 已经做完了非常成功 说到这个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谢就不用了 要不 你身相许呗 我跟你开玩笑的 看你别跟你吓的 杨阳 上次你说要娶我 是你真心的 还是因为爷爷给你的压力啊 其实 承认 之前是我爷爷让我娶你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是你之后 就没我爷爷什么事了 我 真心喜欢你的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愿意和你交往试试 那太好了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先跟你解释清楚啊 我答应你呢 不是因为你有钱 我答应你呢 不是因为你有钱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 他就算是穷光弹 我也会接受 如果我不喜欢一个人呢 就算他有金山金山 我也不会接受的 那照你这么说 你是喜欢我了 算是 什么叫算是啊 喜欢就喜欢嘛 我看你就是寒暑 好了 你不是说你要去医院吗 我跟你一起去呗 我也想看看我看完阿姨 好啊 我妈今天说呢 你帮这么大的忙 要好好当面感谢你 一家人不说两句话 那个 豹子 他有没有来找你麻烦 没有 他应该不敢了吧 再说了 倩条都已经撕了 他还怎么找我麻烦呀 没有就行 那我们走吧 嗯 喂 我跟着你 没有发现那个表昂吗 你先跟着 靠正义路上 对 你们谁呀 快走 小子 这么快 我们又接着 抱子 你几个意思啊 我几个意思 小子 你不是挺有钱的 你不是英雄就美吗 今天我就好好地给你偿 钱都还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哎呦 美女 我是想要你啊 抱子 抱子 上次你挨走 挨得不够是吧 别他妈给我提上次 我告诉你 今天那小牛不在 你他妈就算个废物 上次我是故意给你一条活路 这次你觉得你逗得过我吗 只要那雕汉的小牛不在 你什么模式 我的贴线保镖 只要我一个响指 他能立马出现在我面前 劝你 赶紧滚 滚蛋 要不然 这次我可不轻饶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我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今天那个小妞 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救你了 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不为你 今天晚上陪我睡一晚 哈哈 然后 你再准备五百万的赎金 我就不会为难 走吧 抱子 你敢逗一下试试看 我告诉你 我白道黑道通吃 你别以为 你仗着一个能打的小妞 你就可以耀武扬威了 在我眼里 你什么都不算了 我劝你还是不要乱来 告诉你 现在是大风集团的董事长 你敢再动我一下试试看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大风集团的董事长 哎呦 你要是隔几天啊 我可能还信你呢 哼 但是经过这几天的调查 我发现你不就是大风集团一个销售部的普通职员吗 你拿什么都不怕 而且 你还被别人戴了绿帽子呢 你得瑟什么啊你 那你也不好好想想 如果我说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 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好身手的保镖呢 别跟我扯别的行不行 哦 那行 那你说你是大风集团的董事长 那也行 那赎金可不是五百万 那赎金可得加到五个亿咯 你简直就是脏心病狂 别他妈跟我废话 我告诉你吧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我还关着跟着我们走 第二 我们绑着你走 包子 你这是违法的 什么违法的事我不干呢 啊 对吗 把那小牛肉绑了 你们今天敢动他 我弄死你们 你们两块一个跑了 我老实点 给我 四哥 你 我来 我们今天带你的头 可以 幸好他们给我这一包 要不然我都不懂怎么装死 吓死我了你 我没事 不用担心我 这个包子真是混蛋 怎么什么事都干呀 看来 我得想个办法收拾它才行 要不然 就没完没了了 怎么收拾呀 我让小曲想个办法 反正 这次我不会交的 对不起 都过我的事了 你先这么多麻烦 不麻烦 你是我女朋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走吧 少爷 你没事吧 孙女这个跑票怎么当的 我差点被别人弄死了 你知道吗 不好意思少爷我来晚了 这是谁干的呀 包子啊还有谁 你放心少爷 我一定替你报仇 叫你过来 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弄死他 一定要帮我想个办法 制服他 记住不要出办法令 你放心吧少爷 我说你下次能不能早点来 公司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你就当好你的保镖就行了 知道吗 知道了明白 行了去吧 好的 我现在就去找包子报仇 这个小曲啊 现在是身材又好 找得又好看是不是 再怎么好看 哪有你也好看 谢谢 你好你找谁啊 我来办理贷款的 请问贷款怎么贷呀 贷款你想怎么贷 你能怎么贷 像你这样漂亮的小妞 我建议你带一个裸袋 裸袋听起来不错 你还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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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怎么戴怎么戴吗 怎么戴 就是你脱光衣服 还几张照片再拍几个视频就可以 这很简单啊 那利息怎么算呢 如果说你借五万块钱的话 如果按期归还就还十万块就可以 借五万还十万 这还算利息低啊 小姐 我们已经压的更低了 可是你这个身材和颜值 如果不办个裸袋的话 有点太可惜了 那要是到期还不上怎么办呢 美女 裸袋最担心的就是还不上 我们会把你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卖的 不过 你可以选择肉体偿还 不要逾期就没有事情 那你们这是违法的 美女 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 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多年任何事情没有发生过 你要借钱 我借给你 都是你请我愿的事情 好啊 我可以带 那咱们先去派裸照去 别着急嘛 你还没问我要贷多少钱 咱合同还没签呢 不管你贷多少钱 这裸照是第一步 合同还没有签呢 五百万 我要带五百万 美女 你不要开玩笑了吧 五百万 这不管什么身材也不能值五百万呀 我就是要带五百万 哎你他妈是不是全是在那找茬的 你能带就给我带不能带 就让我去见你们的老板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你带我见他 我保证他能带给我五百万 你哪来的自信 不信 咱试试呗 如果说他不带给我五百万 今天这裸照我跟你去拍了 你说的真的 真的 行 我带你去见我老板 但是这个裸照如果今天不拍下来 你就别想抖出去 带路吧别他妈废话 醒来 豪哥 豪哥 你不没女色要带 你不带 多是你啊 你是没想到我就这么快找到你了 咱们这么多人怕了个小六在啥 就是干他呀 什么样都没女人啊 长得漂亮 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那行 那你先去给他办吧 办理完了之后 先不让他走啊 我去回来 不是 豪哥 我想带五百万 他说呢 你见的他一定能给他带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啊 啊 我说 说你有病还是快有病啊 啊 这样吧 你把他带着吧 我倒是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美女 跟主板吧 啊 豪哥 我给带过来自家门口了 那把他请进来啊 是 那把他带着 我老大要见一见 豪哥 就是这个小时候 豪子 我是你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豪哥 你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 你 美女 哦 不不不 李虾 你今天 是来干嘛呀 你刚打了我们家少爷 这么快就忘了 我 我 这个 什么情况 你他妈给我闭嘴 爸爸 你今天想怎么死啊 明天真是个误会 我们我们是刚刚碰到的 对吧 这就是误会 你现在这倒是误会了 你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找到你吧 哦不不不 这真的是个误会 不这样吧 开个家 报告 咱们没多人怕那个小牛在上 就是干啥呀 你不是给我对着 出去 对 开个树吧 这个是最想说的对不起啊 不见了吧 500万 什么 500万 我也没那么多钱的 你把我卖了我也不值得那么多钱啊 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不不不 五十万行吧 一百万 一百万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包子 你妈在那给我讨价还价了你啊 我知道你的身手厉害 不过呢 你今天要是敢动我 你也犯罚了 你要是把我打伤了 你也要做马路 你还在这跟我谈法律 包子 你看你这公司干的全是见不得人 见不得光 够的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你手下的小弟是怎么引诱我带裸带的 我全录音了 我就算今天把你给打残废了 你敢抱去吗你 包哥 我就不明白了 你啪啪干什么 交给我 我来说他好了 你这都把你废话 你这五百万 这五百万 这五百万 不要 我现在就转给你 你把卡号给我 行不行 我转给你 你别转给我呀 你做了这么多坏事 我就当替你行善积德了 捐了 什么 这可是五百万 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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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给红十字会 行行行 我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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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豹子 你别怪我 我这是在替你行善积德呢 你看 捐好了 这下 你能放过我了吧 放过你可以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以后 我们家少爷 不是你们这种货色 能惹得起的 呦 你放心 你放心 啊 以后 我捐了他 我就绕着走啊 我 我再也不敢啊 我最后再警告你们一次啊 以后 你们要是谁 再敢惹我们家少爷 或者小孟的话 今天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 哎呀 下次 这就是两条腿咯 哎呦 哎呦 知道了 谢谢 啊 放心吧 我以后 再也不敢了 你就算 再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呀 对了 顺便告诉你们一声 刚才 哎就是你这小弟 啊 让我带裸袋的录音 我已经发给我同事了 他们应该已经上报给有关部门了 你说什么 你耳朵聋了吗 我说这么清楚听不见吗 求求你啊 这可爸爸使不得呀 这五百万我都已经捐出去了 你可得放过我一马了 这不是放过你一马的事儿 我今天要不举报你啊 会有更多的人受伤害 这也太不可情面了吧 什么 豹子 我们两个之间有情面可谈吗 求求你求求你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你就放过我一马行不行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证据已经提交上去了 你也太狠了吧 包子 好自为之 回头是安 延长 我们就无法谈扯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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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 你把他让他还惨了 你知道吗 我让你们有什么用 你们这么多闲闲半导的 他妈的 过来 过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少爷 报纸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已经解决好了 这一次呀 不仅让他赔了钱 还一口气 把他的老窝都给端了 没有做犯法的事吧 少爷 我做事你放心 我有分寸的 这次就算再借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再招惹您了 办得不错 你记住 以后我们出去做事 犯法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做 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和大丰集团的底线 好的 我明白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去哪里 去吴大国的公司来分场 哎 他的公司不是快要破产了吗 就是因为他公司快破产了 才去收购啊 少爷你要收购他们公司 没错 我顺便看看 现在吴大国的嘴脸怎么样 去你妈的 公司快一点活路都没有了吗 老板 这来自你参加的事太隐作了 媒体都曝光出去了 如果不是我找了人心里顶罪 估计你就进去了 银行办法什么时候到期 明天就到期了 如果还不上钱的话 我们就要去 当时去 我让你们这有什么用 你们这不能想想办法吗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我们的公司卖掉 反正我们的招牌已经砸了 如果卖掉的话 不仅能还银行的钱 重新开家公司 重重做起 买买买买那赶紧去卖啊 我之前不同意了嘛 可是我找了好多家 有能力收购的公司 他们根本文艺接手呀 哎呀 价钱可以好商量啊 现在价格不是问 问题是 他们根本文艺报价 不可能啊 我们天贯集团四千万的市值 怎么可能没有人要 是啊 我也觉得太奇怪了 按常理来说 都会先报价 然后再谈判 谁知道现在都没人报 这太不正常了 那查 赶快去查 我几千万大公司在这 怎么可能没有人要 老板您先消消气 我再去 我消气 我能消气吗 我他妈亲家 滚啊 快滚 他妈的 滚啊 滚啊 哟 怎么了呀这是 什么一大气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要来啊 那么久没看到你了 想躲了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哪能啊 怎么看你笑话的 怎么了 你那个前夫好本事 说让我倒闭就让我倒闭 他怎么没倒闭 怎么可能呢 他有这个本事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可知道了他了 而且你也调查过他的理系 他不过就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但现实就是我现在快倒闭了 倒闭了 那怎么办呀 我老公我刚好跟你说呢 我今天看了一张包 才一万二可好看 这也更是钱 你也一天看我出了样子 还在干什么 你他妈在我身上 你他妈在我身上 我又生得到气嘛 我发现了 你他妈就是个少靶心 之前杨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睡了那么多年 现在杨阳跟你离婚了 还起到我的头上来了 现在我跟你在一起 我每天都那么倒霉 你说你是不是那少靶心 你怎么能这么说 有的了 睡了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现在看见你就恶心 滚了 你让我滚 我可是为了你才去离婚的 现在你玩腻了 你让我滚是吧 你还以为我没有良心 现在让你滚你就滚 你瞧瞧什么 我滚了 你不得好吗 现在不想和你好好说 滚 你赶快滚 怎么办就不杀死你 老板老板好消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们的公司有人愈意接受了 谁 是我们社的龙头企业大风集团的 大风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会看上我这种消息 千真万确 他们的董事长还要亲自来找人谈判呢 什么 大风集团董事长亲自过来 这什么情况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好事啊 哎呀 给你所有人去门口迎接 我们没有人公了 哎呀 门口的保安 厨房的阿姨 还有保洁 还有你 快点出去 慢一步我公司黄了 你们都没有 好果子吃快点 我们拿着这个上千万的大生意 不是你用小职业可以掐过的 你就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睡我老婆 不该给我扣绿帽子 是我马上去安排 哎呀 大风集团啊 天不皇无大国 天不皇无大国 嘿 老板人请到了 想想啊 什么是你 怎么 很意外吧 哈哈 不是说大风集团董事长过来 我就是大风集团的 我们谈这个上千万的大生意 不是你用小职业可以掐过的 是恩怨后面在前面好吗 那我要告诉你 我就是大风集团的董事长 看看 我承认你身边那个牛市很厉害 我也承认你可能比以前厉害那么一点点 但是然而我告诉你 大风集团董事长我在电视团见过 是个老头 你不要再吹牛逼啊 老板 我承认过 对面是大风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这 这 是街上的董事 毛总是把新鲜的 这 吴大国 你怎么也想不到吧 你最看不起的窝囊费 最看不起的穷屌丝 现在可是百亿服哦 不可能 啊 杨阳 你明明之前还过着这么苦的日子 他 他怎么可能 你 其实 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我个身世 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 哼 这么说 调查你的时候你是在隐藏身份 也可以这么说吧 吴大国 你就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睡我老婆 不该给我扣绿帽子 杨阳 你现在是怎么样 你是来收购我公司还是来看我笑话 我当然是想收购你公司 有钱谁不想挣啊 是吧 只要价格合适 说 什么价格 一口价 一千万 我就把你公司买了 一千万 你说什么 你想得倒霉 我是这四千万的公司你一千万就想买 你当我要饭了呢 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你的公司为什么没人买吗 难道是你 只要我发话 谁要是敢收购你的公司 就是跟我大风集团作对 我看谁敢买你的公司 卑鄙 太卑鄙了 睡了你老婆 你打一打的骂一骂的 你何必敢进杀绝 不是我敢进杀绝 而是你自寻死路 不管怎么说 一千万我不可能卖给你 你们公司用劣质的牛奶生产奶粉 你们天罐集团的牌子已经不值钱了 这一千万你要是不卖 到时候你就等着被银行查封吧 到时候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可以给你十点考虑 但是我只给你二十秒 二十秒一过我就走 不 小杨 不 杨总杨总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 还有十五秒 行一千五百万卖给你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八百万 还有五秒 行行我卖给你 算凝制 行 八百万 签合同吧 八百万 你刚不说一千万吗 你聋了 我最后说的是八百万 你没听清吗 行 八百万卖 卖 将去把合同拿给他 吴大国 合同都给你理好了 签吧 正好八百万 看来你设计好呢 啰嗦 你签还是不签 我签 吴大国 合同条款你可看清楚了 别到时候说我欺负你 行行行 我签也签你 赶快给我打钱 吴总真是个痛快人 行 我们合作愉快 那我们就先撤了 什么 横头我已经签了 钱哪 啊 对对对 我差点把这个事情忘了 小曲 赶紧把吴总的钱打过去 吵 算你捡的都便宜 我这也是在帮你啊 签已经打过去了 杨阳 你他妈什么意思 六千六百六十六 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就是合同办事 杨阳 我他妈做鬼也被放了你 六千六百六 多吉利是吧 杨阳 我告诉你 我们签了合同八百万 少一分钱我去法院告你 你别着急嘛 我就是按合同办事啊 他妈什么意思 你看清楚了 合同上面有一堂小字 八百万 支付方式为分期付款 分一百年一千二百期 每个月支付给你六千六百六十六块六 在一百年之内还清 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就是按合同办事 杨阳 你他妈耍我 你跟我玩文字游戏呢 我刚才都提醒你了 让你好好看合同你不看怪我啊 这样也好 等你死了之后 你的子孙后代都能收到钱 杨阳 我让我杀了你我 杨阳我杀了你 我放上了 你还是醒醒吧 你已经没有实力跟我斗了 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欠银行的贷款 马上就要到期了 而你的公司 现在属于我的了 你银行拿不了你的公司抵债 只能拿你的房产和家产抵债 而你现在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连你本人也破产 我说的没错吧 杨阳 我他妈做鬼也不放了你 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别上火了 养好身体 记得下个月还要领取我 赚给你的六千多块钱呢 哈哈哈哈 唉 老板 老板 这就让他们走了 那还要怎么办 他这是空手套白狼套取的 我们多年经营的公司啊 哎呀老板 老板你怎么了老板 老板你等着我给你打救护手 你怎么看着闷闷不乐的 最近你也不出来玩了 哪有心思出去玩 而且我哪有钱呀 现在马上交房租了 剩下就几百块钱 吴大伯不是挺有钱了吗 他们给你钱花吗 别急了 现在连人都找不着他 自从公司倒闭之后 整天在我那儿泄气 我看 我们俩根本就走不到最后 唉 男人真是容易变心 唉 真是世事难料啊 你最看不起了那窝囊费 现在是新商人的董事长了 什么 谁董事长 就你那个前夫杨阳 你还不知道吗 什么情况 他什么时候成董事长了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他现在是大风集团 是新商人的董事长 老的董事长是他的爷爷 身家好几百亿了 真假 新闻上都能看到 不可能 吴大国已经调查过他的身份了 他就是一个小职员 吴大国什么身份啊 怎么可能调查到他呢 这个样子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 穷了那么多年 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么一个有钱的绅士 原来离婚那天 他跟我说什么 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这都是真的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你们都离婚了 不行 他欺骗了我这么多年 我不能就这么任命啊 我要去把羊夺 你要怎么把他夺回来 而且当时是你出轨的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哼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怀孕了 本来今天我还想去打掉他的 现在我决定 这个孩子我要留着 是谁啊 肯定是吴大国的呀 杨阳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 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都想要跟孩子们要不上 一直在看医院 我觉得这次是个机会 那有什么用啊 你拿五大国的孩子去要挟羊阳 我自有办法 我一定要让羊阳重新娶我 或者是给我一大笔钱 这样不要往火自放 好吗 放心 不错 小猫 还有两天你妈妈就出院了 等她出院那天 我就去你家提亲 好不好 既了缺了我爷爷一桩心事 也让我有机会好好爱你 好啊 只要你承诺爱我一辈子 我就愿意嫁给你 你放心 这辈子我谁都不爱 我只爱你一个 你现在那么有钱 你现在那么有钱 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优惑的 哎 我曾经也全宽落魄过 曾经也被人背叛过 我知道那种滋味 对 我不会因为有没有钱 对你有所改变 我承诺我会爱你一辈子 我就是爱你一辈子 你要是带出颜不逊 你要是带出颜不逊 那我请你出去 那我请你出去 什么玩意儿 他能跟我比吗 不要再恶心我了好吗 好吃吗 喂 喂 谁啊 杨杨 是我啊 王静杨 你打我电话干嘛 想找你聊聊呗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我麻烦你 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了好吗 挂了 你别挂呀 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等着你呢 我都说了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来我公司干嘛 现在成英万富翁了 口气都这么云华 我就在这等着你 跟你说几句话而已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什么时候走 行吧 你等着吧 我到底要看看你要干嘛 谁啊 怎么这么生气啊 我那前妻呗 非要在公司见我一面不可 真的是臭不要脸 嗯 你去见见她呗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我跟她 没有恩 只有仇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呗 我去 合适吗 合适啊 你是我未婚妻 肯定合适 少爷 您回来了 王静雅呢 他在里面等您呢 王静雅 你来找我干嘛 哎 你回来了 我没事就不能再找你聊聊天吗 有事快说 有事快说 有屁快放 我可没有闲工夫再去跟你瞎扯 哟 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 我还以为有多美呢 真的是 惨不忍睹 这位大姐 麻烦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你有事就快点说 你要是再出言不逊 那我请你出去 好 我今天呢还真是有点事找你 不过 我只和你单独聊 不相干的人 麻烦请出去 小梦 不是我的未婚妻 你有什么事呢 就直接在这里说 未婚妻 我跟你才离婚几天啊 他就成你未婚妻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到时候我们结婚 你可以过来喝喜酒啊 好 那我直说了 杨阳 我跟复婚吧 你就算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吧 哼 复婚 还好意思跟我说复婚 王晋雅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没点逼数吗 还有脸过来跟我提复婚 我跟吴大国在一块 那真的是被逼的 我内心 真的只有你一个人 你看看你现在长的什么人 什么玩意 他能跟我比吗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的是事实 你救不如我 够了 不想再看见你 现在给我滚出去 滚 杨阳 难道你就 真的不顾念我们多年夫妻的感情吗 不要再恶心我了好吗 赶紧给我滚 滚呐 好 我再多说最后一句 我说完如果你再让我滚 我立刻就滚 我一个字都不想再听你说 我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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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啊 你疯了吧 我麻烦你不要再用这种把心来恶心我 行吗 我真的怀孕了 都已经三个月了 我根本没有必要骗你 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们只能复婚 你搞笑吧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怀不怀孕跟我没有关系 再说了 谁知道你怀的孩子是谁的呢 这就是你的孩子 我跟吴大国总共在一起都不到两个月 但是我已经怀的孩子有三个月了 不是你的是谁的 王静雅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些谎言吗 哼 谁知道你跟吴大国在一起多久了 谁又知道 你除了吴大国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女儿男人呢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大不了 等孩子生出来 我们再去做一个亲子鉴定不就好了 我是不会再相信你任何谎言的 我再说一遍 怀不怀疑跟我没有关系 哼 黄阳 你多想要一个孩子我是知道的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你不是应该高兴吗 我和小梦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医生说过什么话你忘了吗 你这辈子都很难再要孩子了 够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好 你是不是坚决不要这个孩子 那我今天就去医院把这个孩子打掉 以后你有再多的钱都没有人给你继承 等一下 杨阳 你去吧 我把你多什么决定 我都在弄你 杨阳 我笃定 这个孩子就是你了 在这个关键时候你可千万不能犯 孩子是无辜的 你一定要给孩子做完整个家 杨阳 杨阳 你知道这么绝情吗 好 我现在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 我让你犯子绝孙 有时候有个当务要告诉你 我好惊讶 真不是个东西 你这个打我 他妈还打你 我是他妈想杀了你 小猫 你放心 我说过会爱你一辈子 就会爱你一辈子 相信我 我相信你 可是那孩子 万一 没有万一 不会调查清楚的 少爷 不好意思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 没什么事情 你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的 外面有一个叫小乐的美女找你 小乐 哪个小乐 我也不认识 她说她认识您 是王静雅的闺蜜 你让她进来吧 好的 那你先忙着 我去医院照顾我吗 好 杨阳 你现在这么有钱了 小乐 你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 我有个大秘密要告诉你 什么大秘密 我说我会给我好处分 那得看你的秘密有多大了 王静雅今天是不是过来找过你 她刚走 怎么了 她是不是拿怀孕的事情来勒索你 还说孩子是你的 你这什么意思啊 有话直说 其实这个孩子是五大伙的 他亲头告诉我的 所以你千万别上当 王静雅现在可坏了 你说的是真的 我有录音 当然是真的 我有录音 但是是五大伙的 他要医生 我想要孩子不要点 王静雅 真不是个东西 你是不是差点要上当了 行了 谢谢你 这个事情我搞清楚了 那我的好处费呢 你找我的秘书领吧 行 那以后我有什么情报 我都会跟你汇报的 行到此为止吧 好 那我先走了 贱人 出来 丑婊子 你怎么来了 我之前一直在找你 丑婊子 能怪你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休息一下吧 臭妙子 现在我一无所有 我他妈穷光蛋了我 啊 你你穷光蛋了 那我怎么办 我还等着你给我钱 去交房子买东西呢 啊 你竟敢打我 他妈还打你 我是他妈想杀了你 你现在还点得个逼脸 找我要钱 我要不是认识你 我还会这样子吗 那你也不能怪我啊 好害你 难道怪我呢 今天 我今天不会打死你 我 乌大国 乌大国你冷静下 我还记得你的孩子呢 我管你还记得你的孩子 我他妈就打死你 救命 主事 哎先生 这边是大丰集团 借rete 杨大丰的亲孙子杨阳 杨阳 杨阳不认识 你不信他你是来打乱子 那是别人冒充我的 我才是真正的杨阳 等下我们抱一下 我问你 刚才是不是你在门口撒野 你谁啊你 我跟你说得着吗 我 我就问你 刚才是不是你在门口撒野 就是我 怎么啦 你说怎么啦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放开 我是杨大丰的孙子杨阳 你给我放开 你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 我是你们董事长的孙子和继承人 你给我放开 你要是敢在在这胡说八道 你小心我把你脑袋打开花 一定要做到忘语一声 亲缘见定 一定要做 什么狗屁少爷 过两天我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少爷 不是你动我一个狮子 哎呀 哎呀 你给我放开 好好好 我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现在那个羊羊 是冒充的 我才是真的的羊羊 我要见我爷爷 你不要在这招摇撞骗的啊 你给我放开 我真没有招摇撞骗 我就问你们 你们把那小子认过来 你跟我爷爷做过亲缘见定吗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我爷爷的孙子呢 我可以做呀 如果做完之后 我不是真正的羊羊 要杀要挡随你们便 我告诉你啊 这事可马虎不得 你要是有半句假话 你小心我 我有必要说谎吗 我 那不是自讨股师吗 跟我来 上哪去 到了你就知道了 请进 钟伯 小雪 什么事啊 钟伯 我有个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 我现在已经是办退休状态了 有什么事啊 你直接跟少爷汇报就行吧 这个事情必须想先向您汇报 啊 你说 有这样的事 啊 我本来也不相信 可是我看他信誓旦旦的样子 我就在想 少爷 莫不是真的找错了 你当时是怎么找到的呀 这怎么可能是错的 这 老爷花了好多年时间才找到他了 连照片 地址 姓名 都是对的 怎么可能错啊 我就说嘛 肯定是这家伙说谎了 子虚乌有的事 我现在就去把他撵走 哎 等等 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事 亲缘鉴定 一定要做 顺便 给他也做一个 行 我现在就去办 那 你把他一万 就趴完你 好 这个事要跟少爷说吗 先不要跟他说 等事情弄清楚了 成还落定了 再跟少爷说 嗯 行 他现在就在门口 好 那你把他请进来 我要亲自问他 是 进来吧 如何有请 小伙子 你叫什么女的 你谁啊 我爷呢 你先别着急嘛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有什么好问啊 你真啰嗦 天天一坐 什么都一目了然了 小伙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说 你的名字也叫杨杨是吧 知道你还问 你是怎么知道 你是董事长的孙子 你谁啊 我跟你说得着吗 你要是不配合 那就请回吧 我爸死之前跟我说的 他说杨大峰是我亲爷爷 让我过来继承 大峰集团的产业 那你的父亲是 当然是杨大峰的儿子了 他们几十年前 有过去 不肯相认 现在死了 算是给我留了一笔财富吧 那你知不知道 如果做了亲缘鉴定 跟你没关系 后果是什么 我说你这老头 怎么那么啰嗦 等我以后当了董事长 我特别让你们全部滚蛋 放肆 怎么说话呢你 行了 带他去坐吧 走吧 那少爷呢 你别管了 我去 小白狗屁少爷 过两天我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少爷 这个产品就按照我的意思去改 好的 做好了方案发给我 好的 还有这个 也是 中伯 你来了 你先去忙吧 好的 少爷 少爷 中伯 你就不要再叫我少爷了 叫我洋洋 礼节还是要有的嘛 现在感觉怎么样 经过我的基层学习 现在感觉好多了 很多业务也都熟练了 我相信 我一定能把拉风集团 带到一个新高度 那我就放心了 我听说 你刚上任 就以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价值几千万的公司 厉害啊 中伯 您说笑了 我只不过 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法 去对付那些下三滥的人 你放心 我们大风集团 肯定会堂堂正正的 去跟正常人他合作的 嗯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获利和不违法 都是好办法 不管白猫黑猫 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啊 嘿嘿 那中伯 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要做到万无一事 不会吧 少爷真的搞错了 绝对不能做任何 对不起老爷的事情 哎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啊 呃 其实呢 我今天也刚好 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聊一下 中伯 有事您尽管说 嗯 就是这个 经过股东大会讨论 呃 说您继承董事长这个事情啊 要做到万无一失 嗯 是要您再跟爷爷啊 做一个亲缘鉴定 那 就是怕找错人了呗 你别误会 就是整个流程 堵住他们的嘴 哈哈 理解理解 应该的 那就去做呗 那真的是要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哈哈 应该的应该的 这么大的事情 应该要做到万无一失 嗯 哎呀 这两天我也比较忙 都没有时间去看看我爷爷 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哦 他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看来 可能是十日五分多了 那 我起码再去看看他吧 行 少爷 那您先忙 我先走了 嗯 等会我就去做 中国 那个亲缘鉴定的结果 什么时候能出来 快了 应该马上就会出来了 哎呦 我最近总是感觉 有点心慌 慌什么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你说要是万一 我说万一啊 我们要真是找错了 怎么办呀 你要沉得住气 别瞎猜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除非 老爷给的信息是错误的 主要是现在老爷也昏迷不醒的 要是真搞错了 那我们都成大罪人了 听我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喂 东伯 老爷的亲缘鉴定结果出来了 赶紧说 据检验结果报告 老爷和刚来的洋洋 有亲属关系 和我们之前认定的少爷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什么 你搞清楚了没 绝对搞清楚了 错不了 待会我把检验结果 再回公司给您看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搞错 不会吧 少爷真的搞错了 这怎么办 这样公司会乱呢 要不我们将错就做吧 不行 绝对不能做任何对不起老爷的事情 可人家这个少爷来了几个月了 人做得也挺好的 公司经营也挺好的 人也挺好 那是两码事 你把 你把少爷 不 把那两个洋洋给我叫进来 我要亲自给他们挑明 好的 中伯 您找我 今天确实找你 是 哎 你就是那个冒充的洋洋吧 中伯 这位是 哦 这位 也叫洋洋 他说 他是董事长 杨大峰的孙子 这 怎么什么人都敢乱叫爷爷吗 嘿 小子 你怎么说话的呢 我就这么说话了 怎么的 新员建并结果出来了 他 他和老董事长 有亲缘关系 你和老董事长 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起 是我们搞错了 搞错了 这 这种事情怎么能搞错呢 这是 是不是你们建立结果搞错了 哎 我说你没听明白是吧 啊 你就是个冒牌货 你这熊呀 你也可以当董事长 你也可以当孙子 我才是真孙子 这 中伯 这也太突然了吧 这 我怎么感觉跟过山车似的 实在是对不起 是我们搞错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在公司申请给你精神补偿的 这不是赔偿问题啊 这天上一角地上一角的 真的是我们搞错了 实在是对不起 那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 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这位 将是公司新任的董事长 你却有他说了算 哈哈 有我说了算是吧 好 你要想留公司也行 嗯 就派你去冲厕所吧 你 我看你这气子 也符合冲厕所 刷马桶 哎 我还是建议你 你有什么资格建议啊 啊 老子不听 我现在是董事长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还有啊 你刚才说那个什么 什么狗屁赔偿 我同意了吗 你跟我商量了吗 一分钱没有 无缘无故给他当了几个月少爷 够给脸了 但是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爷爷是不是昏明不行啊 什么时候燕天 首先学会做人 懂吗 虽然你是老爷的孙子 但是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要不是钟伯托着你 你什么都不是 我说你一个秘书 一个保镖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话想不想干啊 我辞职了 我不干了 嘿 爱干不干 你一个丫头骗子 牛得跟总统似的 我说 你说话是不是吃屎了 说话那么臭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是不是吃屎了 小雪 放手放手 坐下 我们都是吃着老爷的饭的人 老爷的孙子就是董事长 我们就必须要尊重 董事长 不好意思 我辞职了 嘿 小子 无论你以后在多高的位置上 首先学会做人 懂吗 嘿 那什么玩意儿呢 什么玩意儿还敢教训我 少爷 你还是准备准备吧 明天准备在正式股东会上上任吧 我有什么好准备的 哎 队 我问你 我爷爷是不是昏迷不醒了 什么时候晏天啊 少爷 请你放尊重一点 都快死了 尊不尊重有什么用啊 你 尊重点难道他还不死怎么着 嘿 嘿 哎 哎 别走 都什么人啊 啊 那我当了董事长 我把你们全开了 把全公司的人都开了 哎 几百个亿 还做什么生意 我十辈子也画不完 哎 这就是命吧 哟 还没收拾完呢 啊 你放心 我今天会搬走的 哎呀 嗯 你说啊 这个总裁的位子是你这种人做得了的吗 啊 我可打听你了 我可打听你了 你啊 就是一个穷到吊渣的屌子 还被别人戴了绿帽呢 哎呀呀 好不容易翻身啊 现在呀 一切都成了泡影 做了一场梦而已 梦醒了 又要回到你的穷日子当中 你说够了没有 哎 我就是喜欢看别人才 别人越才我越兴奋 放心吧 到时候我会不断的折磨你的穷鬼 你就是个变态 哎 我就是个变态 我就喜欢折磨人 折磨人是我的乐趣 你不要高兴的太早 爬的越高就摔的越惨 不用你提醒 你还是好好想想你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吧 啊 不好意思啊 你得重新弄了 一点点 就有机会 宝贝 好好吧 那小猫 怪味 在这儿 我做好饭了 赶紧回来吃饭啊 其实 我有个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你说吧 要不回来说也行 我 我 怎么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他们告诉我 我并不是什么杨大风的孙子 他们搞错了 现在 他们要把我的一切都收走了 啊 还有这种事啊 小猫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会不会跟我分手 看你说的 怎么会呢 不管你有没有钱 我都爱你 赶紧回来吃饭吧 对不起 哎呀 有什么对不起的 证明这好玩生活不适合我们 我们两个呢 就适合平平淡淡的生活 回来吧 总是要吃饭的嘛 嗯 我马上回去 少爷 少爷 以后你不要再叫我少爷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少爷了 老爷醒了 真的 可是 他要见你 他 他应该要见那个孙子吧 他说了 是要见你 而且他还说 有大事要托付给你 蛤 蛤 蛤 你为什么要给你 我赶紧回来 我今天想问你 我已经不想打他 你能够到你吗 他也不想打他